台東大學美術產業學系第16屆戲展 在生活美學館舉辦了開幕記者會 這次展覽主題是藝術的邊界 揭示了藝術的邊界是一個充滿挑戰和無限可能性的領域 美產系學生是以藝術創作為媒介勇敢的探索位置的境界 挑戰現有的規範和限制 也嘗試突破視覺的界線要創造無限的可能 只是我的魚死掉我把它種成兩盆種成兩盆植物 然後是當作支撐我的一個力量 所以我把自己跟我的魚還有植物化在一起 台東大學美術產業學系第16屆戲展藝術的邊界 今天在生活美學館舉辦開幕茶會 這段時間我觀察到美產系越來越不一樣 因為以前你們非常強調技法 現在開始有了靈魂有了思想 那這個部分各位要知道 就是當然前面有一些嘉賓認為 藝術不見得能夠餵飽你們的身體 但是千萬不要忽略了你們的畫筆 你們的呈現其實觸動了每一個人的靈魂 尤其到了我這個年紀 我非常注重我的靈魂是否跟上了我的野心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美學教育是相當的重要 它會滋養你的生命 那我相信各位 你們的題目雖然叫做藝術的邊界 實際上藝術不是沒有邊界 你們反而展現了跨界 你們為AI的科技設定了邊界 美產系主任表示很高興台東各界 給系所很多機會來交流 而未來也希望同學可以發揮所長 與在地有更多的連結 其實台東大學美術產業學系 我們其實就是以美為根本的 就是陳如剛剛曾教授有提到 就是我們前身是美劳教育系 所以美學是我們的根本 那我們期待未來我們會以在地美學 創造一個屬於美術產業學系的一個創新品牌 這次展出作品包含書寫書畫藝術 揮畫性還有板字藝術 以及空間立體藝術和產業設計四大類型 都是美產系同學在學期間的創作 也希望透過藝術作品 向觀眾傳達自己獨特的觀點 借陳妍如台東市報導